老烟鬼未就丢魂孩子,下阴槽,遇到高人,才得以顺利回到阳间。 那天是初一,老烟鬼吃得了早饭,进了礼屋。 有点偷偷摸摸,还把门帘子放了下来。 红丫头一看这老头子有事呀,就掀起帘子偷摸观看。 就见老烟鬼正在对着藏在柜子里的一块牌为跪拜。 爹,你这拜谁呢?咋还偷摸的呢? 红丫头忍不住凑了过去。 恩师七公,你还有师父,谁呀,咋没听你说过呢? 台卫上写着恩师七公,红丫头可从没听过这人。 她并没有说我为徒,可我把她当师父。 给我讲讲呗。 老烟鬼好像也不太想提。 给我讲讲,那红丫头能干嘛? 开始死缠烂打起来。 行行行,你下来,我给你讲。 缠了大半天,老烟鬼实在拗不过她,只能服了软。 给红丫头讲起了这事。 这孩子的魂丢了三天,可不好找了。 那年她也就十八九,在七舅老爷家玩,一个孩子丢了魂。 到七舅老爷那看,七舅爷,救救他吧。 这恐怕是入了黄泉了,不好叫了,除非有人能下去领他回来。 七舅老爷说送去的有点晚,孩子的魂跑远了。 您送我下去,我领他回来。 平常人下去,自己都回不来,得找个命运的。 祥领回来,得有个命运的人,下趟阴曹。 他三叔,你救救孩子吧。 好,好吧。 那孩子的妈又是鼻涕又是累的求他。 老烟鬼见不得这个,只能答应了。 你记住了,红线不能断,断了你就回不来了,就得做狐魂烟鬼。 你能不能别吓我的。 七舅老爷带着他来到村子西头的十字路口,给他腰上寄了根红线。 你一直往前走,我说到了,你就摘下眼罩和别签别的,直找孩子。 嗯,知道了。 又嘱咐了他一遍后,让他蒙着眼睛往前走。 我死得好啊。 到了。 老烟鬼就觉得越走越黑,越走越冷,身边鬼哭狼嚎的, 听着圣人,也不知道走了多久,听见七舅老爷喊停。 他扯下遮掩不一看,好家伙,这是到了哪了? 天地间枫黄银片,路上走的可没一个像活人。 换成别人,那得怕得要死,可老烟鬼不怕。 瞧瞧这也新鲜,瞧瞧那也有意思。 要不是七舅老爷提醒他,都忘了自己千万来了。 冬子冬子,快回来。 三叔…… 老烟鬼在人群里一通寻摸,还真找到了冬子的魂。 你妈都要急死了,你知不知道? 把他叫到了身边,揽着往回走。 本来呢,他想着别多管闲事,赶紧把冬子送回去。 在这儿等我。 可那女孩一个劲儿的呼救,让他不管,他实在是忍不了。 想过去帮忙,发现红线到头了,走不了了。 三小子,在这儿等我了。 老烟鬼把红线解下来,寄到了冬子身上。 快回来,你别冒虎气啊。 也不顾七舅老爷怎么叫他。 两个大块头,欺负一个小姑娘。 走到那两个东西跟前,轮全就揍,那两个也不是吃亏的主啊。 三小子,快回来,时间来不及了。 三个人就扭打在了一起,他这一管闲事,反扬的肘坚可就到了。 三叔! 红线,拖着冬子往回走。 老烟鬼被那两个东西缠上脱不开身了,眼瞅着占了上风。 要打完了。 其中一个冲着远处,一声嘶吼,好家伙。 叫来了一大班。 你们他妈的不讲武德。 把老烟鬼团团围住。 要活撕了他的节奏,老烟鬼这会儿想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好在东子几经安全地回去了。 稍拳难敌四手啊,老烟鬼眼瞅着不行了,打从人群后头飞过来一个金盘。 打得恶鬼嗷嗷直叫。 剩下的那些也都停了手。 是七阎王,快跑啊! 吓得坐鸟瘦散,出手的是一个小胡子。 老烟鬼一看,我这是遇到高人了呀。 忙上前道谢。 谁送你下来的? 我七舅老爷,哦,杨,杨坤。 小胡子跟他聊了两句。 路见不平,也要量力而行。 今天要不是遇见我,你怕是回不去了,拿着这个快回去吧。 对他印象还挺好,给了他一样东西,帮他回去。 那我怎么还给您呢? 老烟鬼就想拉拉关系。 烧给我就行了,这女孩我带走了,你不用担心。 可小胡子转身就走了。 高人留步,您刚才用的是什么照啊? 那么厉害,能不能教教我啊? 高人老烟鬼不想错失良机,竟敢两步追了上去。 我想拜您为师。 王帝上一跪,想要拜师。